7月15号凌晨 法国尼斯市在国庆日活动时 遭卡车冲撞人群袭击事件 目前已至74死 上百人受伤 其中也包括两名中国公民 而在7月14号下午 刘烨曾在微博上发出妻子安娜 带着子女回法国的消息 由于刘烨妻子安娜出生于法国尼斯 这让广大网友们很担心 安娜与诺依妮娜的安全 社长家人都没事吧 担心你 法国遇袭了 社长打电话 为此有媒体联系刘烨方面 据悉安娜和诺依妮娜一切安好 没有受伤 最后15号早10点 刘烨在微博中 除了报平安之外 也在微博双掌合时 为尼斯祈祷 李冰冰 陈家上 陶红 等很多娱乐圈明星 也纷纷为尼斯祈祷 李冰冰转发尼斯遭袭击时间微博回复称 扩散 在法国的朋友千万千万 注意安全 平安回家 陶红则发微博称 太难受了 真不敢相信不到一年时间 悲剧再次重演在法国尼斯 这座美丽城市 为遇难者祈祷 防狗劳新闻 为尼斯祈福报答